于是乡公所与农会 这一百年就开始推动 红茶产地认证标章 日前是达到了第十五万盒 有这样的卓越成绩 地方包括茶农们都非常开心 于是乡公所及农会 所推证的红茶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标章 现在已经达到了十五万张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目 还蛮高兴就是刚好贴到十五万张 第十五万张这个星期还蛮开心的 日前红茶产地于十乡也卷入独茶风暴 不过茶农却不紧张 因为他们加入了认证的产地标章 标章因为有产地的编号 网址来源有机可循 所以可以让消费者安心使用 这就是产地标章最大的优点 贴了这个标章 最主要是因为它也经过SGS检验认证安全 才可以贴这个标章 所以对这个茶品来讲 有贴了这个认证标章之后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茶品 每一张都是代表我们茶笼 对消费者的一个保证 而且这个保证让他们在十安 非常航空的这个时代 都能够让他们实用无语 另外为了再提升雨子红茶产业 雨子向农会也宣布 以获得农委会补置优质专期计划 这将是首创全台唯一的红茶专区 此计划先从整合路高社区 190公顷的茶园来做齐 很多人来到我们日月潭地区 都会觉得说 我们的茶园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茶园都分散在不同的山头里面 所以说我们有见于此 我们在自己在今年特别跟农委会拿了一个 优质专区的计划 来塑造一个我们台湾的优质茶专区 也是全台第一也是唯一 那我们就是在路高社区香茶巷 这边总共化了差不多190公顷 国内在食安风暴之后 消费者对各项食品安全都非常讲究 还好于此红茶很早就落实产地认证标章 让于此红茶在国内表现最为亮丽 明镜需要华一华 于此采访报道